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和另一半过日子 然而两个人如何过好日子就显得特别的艰难 因为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男人如果想要一件东西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直来直去也会把这个表达清楚 然而女人恰恰消贩 女人有时候会侧面的用不一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且这些语言当中 有的时候你要通过揣摩女人在这几个词中的意思 女人在这几个字里面的语气 去看女人究竟是如何想的 在生活当中 在这三个时候 女人说不要 其实就希望让男人坚持 男人一定要明白 一 当你想要离开女人的时候说不要 张小贤说 当你开始离开我的那一刻 我就发现自己非常的卑微 如果在生活当中 男人要离开女人的时候 女人对男人说出了这两个字 不要 这就表明 女人想让男人在这段感情里继续坚持下去 不想让男人这么快就离开自己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当中 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当一个女人爱到深处的时候 就想要不让对方离开自己 有时候爱的是如此的卑微 还记得以前开过一个短短的视频 视频当中 有一对情侣过得特别的贫困 这个男人给不了女人想要的生活 有一天 男人觉得自己如果有一个白富美的女朋友 自己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于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男人就去各种酒会上面 寻找自己想要的白富美 有一次终于寻找到了 于是回来之后 就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手 这时候 女朋友在大街上抱着男人不放 女朋友说不要 不要好不好 我们不要这样 后来 女朋友在大街上面哭了 可是这个男朋友 还是狠心地丢下了女朋友 女朋友最后站在街口上大声喊道 我们不会永远过这样的日子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当女人抱着男人不放的那一刻 女人多么希望让男人再坚持一下 等到两个人生活都有改善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也会更加的稳定 可是男人等不了那一天了 女人的这两个字当中 包含着很多的无赖 也包含着对男人的不舍 可是在这个时候 面对一个特别狠心的男人 可能女人会觉得 这个男人以前对自己特别好 现在这么的陌生 生活当中 当你要离开的时候 女人哭喊着不要 事实上是需要你再坚持一会儿 然而 有的人却坚持不下去 二 遇上困难的时候说不要 佛约 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当一个男人遇见困难的时候 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 如果你是男人的话 你就应该独当一面 有时候 你还应该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一切 其实 每个人都不是钢铁 就算是一个人是钢铁直男 但是我们仍然是血肉之躯 也有情绪 或者是身体崩溃的那一天 也有脆弱的一面 如果在男人遇上困难的时候 女人在身边给男人悄悄地说不要 尤其是当一个男人将要放弃的时候 女人说出这两个字 这说明 女人对男人是一种信任和鼓励 也是希望让男人坚持下去的 并且希望和男人一起共渡难关 尤其是当一个男人在生活当中 遇上比较崩溃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 男人要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女人就会非常的担心 当男人自己打自己的时候 女人就会给男人说不要 这时候 女人希望让男人坚持下去 不要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所以说 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遇上困难 你身边的老婆 或者你的女朋友 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虽然只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字 却道出了女人爱你的心思 而且这两个字 包含着千言万语 也包含着对你的关心 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赚了 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无论你遇上什么困难 对方都会特别贴心 都会给你一些鼓励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可是 对方依然守护在你身边 最真挚的爱情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也许 有时候两个字就足够了 三 当你和女人父母发生冲突的时候 说不要 男人很害怕自己成为一块夹心饼干 其实 女人也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夹心饼干 当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老婆 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 男人就像一块夹心饼干一样 左右为难 但是有的时候 女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女人和自己的父母有一些冲突了 而这些冲突和自己的老公也有关系 或者是女人的父母和自己的老公也有一些冲突 这个时候 可能女人就像一块夹心饼干一样 左右为难 不知所措 有时候 如果自己的爱人 做一些过激的举动的话 女人可能会给对方说 不要 当女人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希望男人和自己的父母 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 希望男人再坚持一会儿 忍一时风平浪静 等这个时机已过 可能自己的父母也不会那样去要求男人了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当一个女人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男人一定要站在女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也要体谅一下女人的心情 有时候 不是女人不向着你 而是女人左右为难 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弱女子 夹在你们中间 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 男人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说 你家在你的父母和你媳妇之间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会左右为难吗 你可以体会一下你当时的心情 你就可以体会到女人的心情 当女人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事实上是无助的表现 在下面这三个时候 女人说不要 事实上是希望男人能够坚持 有的时候 里面还有一些请求男人的语气 所以说男人看女人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看什么时候 要注意场合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